已申请国家关怀援助金或是提出上述的民众将在下周得知结果 政府宣布行管期获准营运的公司将被放宽限制 在对抗冠病期间 大马的文证病例也在近期呈上升趋势 更多的新闻详情马上来看4月28号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袁静 首先来跟进我国疫情进展 卫生总监诺西山表示 我国今天新增31人确诊冠病 累计5,850亿人确诊 这也意味着国内连续12天新确诊为双位数 而且也是自3月18号开始落实行管印以来 单日新增确诊最低的数字 另外今天有1人身亡 总死亡人数来到100人 死亡率为1.7% 而今天也有75人出院 累计4,032人痊愈 康复率为68.9% 诺西山也说 新增的病例逐渐减少 显示已经成功压低曲线 让大马进入复苏期 但他还是呼吁民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 及社交距离 财政部长赛夫鲁今天表明 微型企业可以从本周五开始申请 3000令吉的特别拨款 而内陆税收局将会在最短时间内公布申请详情 另外财长也表明 截至4月26号 国家关怀援助金计划 揭获326万人提交新的申请以及上诉 有关申请于4月29号截止 在完成审核之后 下周将宣布发放详情 进入行管期之后 许多公司和企业都陷入暂停的困境 不过政府还是允许特定领域 在人员和时间上有限制的运作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阿兹敏今天宣布 之前已经获准营运的经济领域 从明天起可以按照各领域的需求 全面投入运作 而且并不受时间限制 此宣布是为了解决我国现有的经济危机 不过他也提醒获准营运的公司 务必遵守各自领域所规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否则将被立即吊销营运准证 以及被采取法律行动 我国明天将迎来第四阶段的行动管制期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利指出 政府目前正在商讨疫情旅需的标准作业程序 并且预料会在下个星期出炉 他也特别举例 维利区的居民或许可以在住家附近活动 而截至4月27号中午12点 国内各州和联邦直下区 有77个地区被列为绿区 官兵红区降至12个县区 黄区则有68个 在全民遵守行管令共同对抗冠病的期间 也别忘了文证 卫生部宣布 大马在第17周 也就是4月19号至25号期间 三大文证病例及骨痛热症 姿卡和疾控肯亚病的病例达1301宗 比第16周增加了11% 而从去年12月29号至今年4月25号 文证的累计病例高达39,002宗 死亡人数达64人 涉及在行管令期间排排座聚餐的卫生部 第一副部长诺阿兹米和霹雳州行政议员 拉兹曼 今早在法庭面控时 扶手认罪 被判最高罚款1000令吉 诺阿兹米在不出法庭时 也再次向民众道歉 诺阿兹米和拉兹曼 今天和同场聚餐的其他13人 在2020年防范及控制 传染病条例 疫区内措施下面控 无论如何 案件并不会影响两人的议员资格 因为根据联邦宪法第48条 议员被罚2000令吉或以上 或监禁一年或以上 才会丧失议员资格 同样面临官司的 还有官单国会议员傅芝雅 也是前首相署副部长的傅芝雅 日前在脸书上传一段 被指大马人在新山关卡骚乱的假视频 所有他被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及警方传照录供 他将于明天早上8点 在柔佛州新山推示庭面控 一旦法庭判他罪名成立 同时罚款超过2000令吉 或监禁超过一年 他就会自动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 他表示 假设这些指控是带有政治议程 他感到非常遗憾 那么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收看 再会